來開啪 大家好 我是清姨 我們今天要開的是打氣啪 真的要幫天下的爸爸們好好的加油打氣 而你還記得嗎 台股的一家之主就是電子股 那麼今年以來很多散戶忙著在家裡 照顧的是鋼鐵人 航海王 好像忘記了電子股 這個禮拜電子股在中小型股的領軍之下 成交量重新回到了六成 不過我們看到包括一些聯發客 指標股 蘋果這些又出現了一些隱憂 到底下半年會不會來個忘記不忘呢 那麼這個禮拜大家也關注到 我們看到三星說晶圓代工要調漲 要漲價 所以聯電出現最新目標價 已經出現了三字頭 真的有可能會發生嗎 是不是在父爸爸的帶領之下 電子股可以慢慢的站穩腳步 向前衝衝衝 馬上鎖定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了 我們先介紹這邊是我們的電力部族區 知識社會總監陳總監 歡迎陳總監 信義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科技顧問吳林祥 歡迎吳老師 信義好 觀眾朋友你好 台大電機博士張晴鈺歡迎 信義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邊電力十足區 第一位資深分析師 有明哥歡迎 信義來賓大家好 分析師昆仁歡迎 信義好 大家好 我們首先來看 本來很期待電子國可以接棒來發威 但是最近大盤感覺有點悶 就在這邊盤旋 亮縮 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說有點忘記不忘的隱憂 因為蘋果說這個晶片供應吃緊擴及到智慧機 所以預期成長會放緩 另外來看亞馬遜 第二季的營收創三年來的低點 第三季的財色恐怕也會低於預期 聯發科第三季營收 即增加高標5% 這是11年來其實是最低 是一個最淡的旺季 所以外資七月賣超 在電子股部分賣超超過1200億 現場來賓幫我先舉牌 你覺得電子股下半年到底會繼續旺 Yes or no 數一下 四位都是不確定 只有困惑你說會 是 只有你獨牌綜藝 因為其實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確實是有一些晶片荒 或者是說現在這個時間點確實有一些 好像看一個比較保守的第四季 可是這其實都是因為 市場上面供不應求所造成的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會有一些 下半年由傳統旺季的 相關的電子族群 然後具有產能優勢的這些族群 會帶來下半年的旺季的需求 你說部分還是會繼續旺下去 對 是的 我先問一下總監 你覺得不確定 這個一定是從供需的問題來看 那需求如果是看股價的話 現在的股價都已經反映到今年了 所以現在大家想要看下半年 一定是要看明年的情形 那從需求面 那個電子產品 主要的像Notebook Server 尤其是筆記型電腦 明年開始趨緩 然後供給面 供給面看會不會大幅的增加 這是一個從供需來看 第二就像剛剛講的 產能不足延續到明年 所以最關鍵最關鍵的還是 晶圓的晶片產能不足 因為你拿不到晶片 OK 那再看需求有沒有跟著 繼續維持下去 外資賣了1200億的永明哥 你剛剛也是說一半一半 我一半一半的主要原因的話 第一個如果真的是全部都很旺的話 電子的成交比重早就八成 最起碼有七成 那現在會來到這裡的話 就是代表他只有部分旺 那外資賣1200億的話 我給各位看一張圖表 你會覺得很習慣 因為你單一把7月的外資賣1200億 放大你會覺得很嚴重 但是如果各位你去看20個月的話 就沒有這樣子 為什麼呢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從去年到現在 去年開始你看指數是漲了22% 但是各位 如果我不講你不知道 外資其實是賣了5300多億 12個月裡面他只買了4個月 賣了8個月 今年已經走了8個月 他只買2個月賣了6個月 所以指數在漲的過程中 外資到現在為止是賣了4900億 對啊 總是好像對我們沒有那麼有信心 對所以回過頭來去講說 外資他已經不會是 台灣很重要的主導力了 這是第一個大家知道 我們走自己的路 那外資為什麼要這樣做 第一個我有一個比較另類的想法 外資他其實買了非常多的ETF 所以他ETF在買的過程中 他其實是用ETF跟期貨在操作 他在賺錢 那他現貨是在幹嘛 他現貨是在領股息 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講 台積電配的好 或者是很多公司配的好 他其實是拿這些錢 那他只要去賺期貨 所以現貨的買超是搭配的期貨去做 然後第二個 那你會說不對啊 你看那有很多的外資 昨天買了一堆的面板 或者是前幾天買了一堆的什麼股票 我跟各位講 那個很多都是假外資的格子蟲 又是假的 所以外資不會是現在的一個主導力 那我剛呼應來賓一個我覺得 我有一點點意中求同的 同中求益的一個看法 怎麼說 第一個這一次的主導力量 絕對不會是外資而是投信 那我就講一個邏輯給各位聽 陽明從4塊錢漲到40 你覺得漲很多 漲10倍了對不對 以前覺得漲很多了 但是他從40塊再漲到234 所以總共他漲了57倍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投資人 他的想法是 什麼股票已經反映過了 那我們去找一個沒漲的 什麼東西已經反映到今年了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東西會補漲 但是我講一個邏輯給各位聽 上半年的投信 他已經買了這麼多的航運 而且他是全身而退 他少則已經賺5倍 多則已經賺到快10倍 所以他實隨之位 他一定是用航運的心態 去操作電子 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我們在找10倍速電子股 對他在找的電子 是向極的航運 向極的愛情 所以這樣的一個邏輯裡面 他就學入股去養腰股 他把很多的股票當航運股來養 所以回過頭來 各位你去看這一張資料裡面 他在講一個很重要的狀況 第一個 電子缺貴又缺料 所以電子的成交比重 七成不合理 五成才正常 第二件事情的話 他現在找的股票 因為他找不到更好 所以他就索碼 他索碼的一個邏輯的話 他就很像各位你去看 圍棋裡面 他用黑紙在圈地 那圈完了以後 如果你不跟他圈 你東下一塊西下一塊 等他圈完你就輸了 所以他現在在養什麼股票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聽 第一個你去看強茂 強茂他買了13%的持股比重 把本益比推到28倍 只要他不賣不會跌 所以他現在在鎖定的 全部都是跟車用 或者是晶片 或者是封測 那你不要去發明一些其他的 下游的中端沒漲到 你就去做這些 因為他們今年就是把電子當航運來養 電子當航運來養 聽起來很誘人 在斬草除妖之前 可以買到話 也可以賺蠻多的 但是這個時間點就是說 那我怎麼挑 我怎麼知道他要養哪一些妖骨呢 昆仁我們一起來看 這個法說會是不是一個 很好關注的一個重點 這個是法說會 很多人說很擔心法說變法會 因為最近出現一個情況 明明講的報告蠻好的 股價不漲 講的其實不太好 股價還在漲 這個怎麼解讀 我們要怎麼看法說會 其實聯發科 他很確實的 他就是一個5G晶片的股王 可是他很辛苦 怎麼樣說辛苦 因為他這個時間點 如果我們看他的評價來說的話 他有60 EPS 60元是沒問題的 可是怎麼樣 他就在千元以下 這邊去做盤整震盪 我們來比較他最近這兩次 法說會的狀況 第一次的話是在4月28號 就是他開完法說會的隔天 哇 超棒 直接去衝漲頂半 然後結果就開始翻轉向下 光榮的那一天之後就沒了 是 就只有這樣子 這樣一天行情 不過這一次在7月27號的時候 他卻是開完法說會之後 先跌5% 但是他看起來就有一個 緩步去做打底墊高的現象 所以為什麼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先看下一張投影片 好 因為其實這兩次的法說會 聯發科其實講的都非常棒 因為他包含了像是第一次 就在Q1的時候他公佈了季報 那是三率三升 而且他的單劑的獲利是有 直逼去年前年的三劑總和 有到16塊64 這是非常棒的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叫做是我們剛剛看到 前一張投影片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情是 怎麼聯發科在法說會之前 他的股價的漲幅 短線上面漲幅已經有高達24%了 那在24%這樣的狀況來說的話 其實可能我再猜一個推測的原因 是因為該買的都買了 然後該進場都進場了 那在這個狀況來說的時候 外資反而是喊出一個 2000塊的日高價的狀況之下 感覺法說反而變成是利多出境 有點這樣的感覺 所以如果有一些法說會之前 我們看到一些個股 他們的短線股價被推升上去 不管是誰買的 那就可能要留意說 法說會之後 會不會有所謂的利多出境 這漲多了 已經位階被拉高的時候 是的 我們再看比較這一次 在7月27號這次 他再開了一次法說會 因為其實都非常棒 包含了像是上半年 因為他是公佈他的半年報 有33.65元 就是我們剛剛說 為什麼他今年的獲利 有機會到EPS60塊的主要原因 另外的話他也講說 他調高今年的營運 今年的營運會比去年成長45% 都非常非常棒 可是結果他只講了一句話 叫做是第四季 恐怕是有所謂的忘記不忘 重點在這邊 第四季相對淡季 所以這個法說 你基本上看起來 你覺得他的數字大分是好的 但是股價沒有多大反應 這個怎麼操作呢 就表示說 因為這個時間點 大家在看的一件事情是說 到底有沒有在法說會之前 股價被拉得太高 沒有 這次沒有 所以他其實這一次只跌了5%而已 而且跌了5%之後 大家發現他原來其實聯發科 還是明年看得到展望 明年看得到成長的聯發科 所以他只跌了5% 然後就開始緩步墊高 所以這故事告訴我們說 不管喊得再好再好 如果股價位階太高的時候 那就有可能有所謂的 利多出進的現象 可是如果在相對位階 比較偏低的時間點 恐怕就只是一個 利空做最後測試 可是他有機會來去做一個 盤底打底向上的過程 OK 好 反而利多部長是利空最後測試 有機會向上 給大家做參考 有明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法說優於預期跟不如預期 股價也是兩樣型 第一個我這邊整理了一張表 優於預期的部分 當然物以類聚 物以群分 你把這一些東西把它整合起來 你會去用族群來去看 他大部分的東西 第一個偏重車用的晶片 IP 然後被動元件 但是for車用 中高階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馬來西亞疫情的封測 這個地方會好 或者是矽晶圓 那這裡面有一些股票 很可能是在法說之後沒有漲到 但是我不認為他們結束了 如果說以今年來講的話 第一個電子的百分比 如果是八成以上的話 什麼不漲的股票都會漲 但是電子的成交比重 他會縮 像前幾天七成不正常 我覺得六成也不正常 五成才正常 所以他的資金集中化效益 就會讓這些好東西 整理完了之後繼續漲 所以這裡面的股票 我只有對面板的股票 我稍微比較保守 我稍微比較保守 其他的不管你是就晶片類的 封測類的 或者是上游缺貨漲價原件類的 我基本上都看好 所以意思是說他看好 但是股價沒有反應的 反而也是可以現在優先操作 對 因為我這個只是拿法說 一直到8月3號 這一段時間的一個股票 那當然有些是已經先漲了 所以他就稍微整理 那這一群的話就是真的 他的數字不如預期 比如說下半年的展望 或者是平於預期 那各位可以去從這裡面看到 第一個大部分偏手機類 而且是手機的下游類 那即便是跟智慧手機 相關的一些股票 不管是大力光也好 聯發科也好 或者是台郡也好 我覺得相對會比較弱勢 那現在的資金 投資人的錢很緊 要用在刀口上 所以不要去想說 有什麼股票沒漲到 然後他可能會去反應 因為大家其實在滾錢的一個速度 你看過行業 你就知道怎麼做電子 所以這一類的 包含手機的延伸光通訊 我會稍微比較保守 不是說他們不會漲 因為人家如果漲三成 你只漲3%就可惜了 那接下來我舉幾檔股票 法說的例子給各位做參考 第一個經驗的一個股票 比如說我們以敦泰這家公司來看 雖然他也是有用在手機 雖然他也是用到 這個面板的驅動IC 但他三合一的那塊晶片 還是不錯 那你看他的整體來講的話 他營收的QOQ 第二季的話是32.7% 但是他的獲利是146 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講 毛利率提升的13% 對 為什麼 因為漲價 因為我可以轉嫁出去 好 那回過頭去看 現在的法人大概是估他32.25% 那我們去對一家公司 如果說今年到明年 還有三成以上漲幅 我們本益比至少15倍起跳 但是如果我們講一個 32已經快到頂了 他明年假設就是35塊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去估他的本益比 9倍還太低 大概估12倍 所以現在有很多你看他今年反應完 我跟各位保證 絕對沒有 因為今年18倍的28倍的36倍的本益比都出來了 所以你覺得他還有上漲的空間 對 他是有上漲 因為他獲利好 但是他的明年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還會跟今年一樣 大概持平多一點 所以應該是抓12倍的本益比 所以他現在9倍稍微就偏低了一些 那回過頭我們再來看法會嚇人的股票 那如果你拿穩帽 各位這種線圖是大家最喜歡的 第一個整年度都沒漲到 第二個的話 第二季叫匯損 所以打掉了一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他稍微這個地方 QOQ的獲利是減了14% 可是也還好對不對 而且沒漲到 沒漲到就安全 可是我跟各位講 低位子不代表低本益比 有的時候Q位子是高本益比 所以現在你去看這個股票 你不覺得他很貴嗎 你如果以他的獲利的程度 來看的話300多塊的股價 所以現在本益比還是你覺得偏高 就偏高了 那他以如果明年還在成長的話 你得把本益比調升 那我覺得現在遍地是黃金 還有很多也不能說遍地 因為現在電子股 還是有一區會反應 所以這一類的股票 我會建議大家就資金效率要避開 OK 先再停看 停看一下 另外來看 這個現在是法術的密集月份 大家會聽到很多的 好像很多的展望 到底要怎麼樣來看 那麼今天來看一個IP股的展望 首先我們看到艾普 其實在我們節目二字頭的時候 就講過這個股票 上半年大賺超過一個股本 那麼第三第四季的影韻是逐步走高 外資現在看這個900塊 不過等我們說過外資的事是 看看來聽聽 我們待會兒來比較一下 張博士告訴我們 什麼叫做IP矽製裁 好 矽製裁基本上來講 其實我們在最早期的時候 其實大家這邊有看到一個矽 基本上來講 我們以前早期叫SIP 嗯 SIP 嗯 SIP 那只是後來大家都習慣把它簡稱 所以說直接叫IP這樣子 那基本上來講就是半導體的 智慧財產權的概念 那半導體智慧財產權的概念 我們把它簡單講 我把IC的設計 把它想像成我今天要畫一個房子 我要蓋一個房子的圖 那今天如果請 不好意思 你只能用電腦的小畫家去畫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嗯 因為一磚一瓦 嗯 窗戶 然後所有的格局 全部都小畫家去畫 你一定覺得很辛苦 那基本上來講 那這時候如果給你一些工具 譬如說窗戶有專門的程式 嗯 然後房子的專格局 這個也有專門的程式 讓你可以直接套用 可以直接使用 簡單很多了 你就會相對簡單很多了 嗯 那這時候呢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窗戶 格局 或者是這些設計的這些 模組的這些程式 給你用 那我就是授權給你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 細製材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就是IP系製材 對 它幫你提高這一些 你在作業的效能 是 那這個來講就是說 我們從 IC設計的這個公司來講 它也不可能 從零開始設計 所以就有專門 細製材的這樣的一個公司 幫助提供這樣的 相關的模組 這些相關的內容 給IC設計公司 讓它可以更加速的設計 然後呢 開發的難度降低 然後呢 多短開發周期 因為我給你很多工具了 那這些工具都是經過 都是模組化 都是經過驗證過的 你都可以直接套用 所以縮短開發時程 剛剛也有提到 所以夢幻產業毛利率高 是 但是它有很多種 不同的這個收錢的方式 是 這個台廠都有嗎 這幾種通通都有嗎 基本上來講 這幾個系列基本上都有 只是比例上 佔的比例多少的問題 第一個好像最吸引人 是 第一個我們可以先看 授權金的概念 因為我看到毛利率100%了 其實這兩個都毛利率100% 哇 授權金跟權利金 對 那這兩個差別在哪裡呢 第一個是授權金就是 我跟你講好 我第一次我要先授權給你 我先跟你收一筆費用 那這一筆的費用基本上 因為我都已經開發好了 我這些模組的程式 這些都弄好了 所以基本上我的毛利是很高的 那我第一筆的收這一筆費用 再來第二筆的權利金的部分就是 設計好的這個東西 真正量產了 做出了元件了 去賣了 那正式銷售之後呢 你每賣一個 我就抽多少錢 所以 都100%賺錢的 對 100%賺錢 而且你賣的量越多 我賺越多 對 再來還有一個叫做所謂委託設計 NRE 有些客戶他想說 你既然可以這些模組 你都可以設計 那你能不能針對 我想要做什麼樣子的概念 什麼樣新的東西 你幫我整個乾脆全部設計出來 所以呢 它是委託設計客製化的概念 他要花一些設計費 有設計師要做一些事情了 所以毛利率就有成本了 所以毛利率變成 相對成本就有一點成本 30%到50% 還是很高啦 你看這個行業 這個比真正做製造 做辛苦的這種ICFAB來講 其實是真的很高的 那最後一個是 Turnkey的這個部分 一戰式的這個部分 那有些客戶呢 他經過你幫他設計好這個NRE 可是這些客戶 他不見得有辦法自己量產的能力 我設計好這個IC 我想要交給IC的經驗代工廠來做 可是他跟我不熟 他不見得會幫我做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排很久 那如果今天可以透過 這個細製材的公司 他幫你來處理 全部從頭到尾都是 一戰式就幫你服務好好 那但是呢 這樣整體的毛利 相對比較低 可是呢 這個因為他整體的金額 因為他是從頭到尾 他其實整體的營業額是很高的 營收是大的 對 營收相對很大的 是 好 所以前面的感覺是 比較好賺的 白話也比較有 就是錢按照順序排下來 是 我們看產業上中下游怎麼看 好 那這是整個IC製程的 整個產業的這個概念 那中油的這個部分 我們之前講過 在半導體的製程製造的這個部分 我們之前講的IP的部分 我們大概只講到設計 製造之前 就是我要有人幫 要有人幫我設計好 那可是其實真正在更源頭 是IP的這些公司 幫助他設計得更快更好 是 好 謝謝張博士 股票買那麼多 看他漲那麼多 要有點概念 就是這樣幫大家科普一下 但是要問一下 我們最近說這個晶片荒 這個供給有一些吃緊的問題 那照理說 他們做不出來缺貨 那IP要設計的 應該也沒有什麼好賺 吳老師 為什麼IP股還可以這樣漲 對 這張圖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看那個 你畫圈圈那個IC設計公司 我最近就跟我一些 同學朋友做IC設計 問他說 你們成本為什麼最近增加了 他說因為我們是紙上談 米我們只為設計 真的要製造還是好 晶圓廠幫我們製造 可是我們請晶圓廠知道 就像剛剛張博士講的 有這個授權金 全力金 一開始開一個光照 就要收多少錢 將來每做一個晶片 要收多少錢 現在因為晶圓的產能不足 我們就被迫要換晶圓廠 我們等一下做做 不幫我們不收 不收我們待 我們得換一家 每換一家 因為製程不一樣 我們又得再做一個光照 所以就得IP要再付一次錢 他說有這個緣故 也是原因之一 讓IP廠多收了一些錢 那IC設計的成本就變高了 所以IP廠 為什麼現在這麼賺錢 是值得投資的標的 OK 好 講到投資 問一下永明哥 剛剛看IP這個夢幻產業 毛率這麼高 其實很多股價已經反映了 那我們在跳的時候 是不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毛利率100%的是首選呢 這個當然一直以來都是 但是我可能要加一下 最近這個盤的概念 就是說當電子 大家可能做股票 我們要跳那種漲得多的 但是應該說 他這個賺得多的 但是沒有什麼漲的 我覺得第一個 你要見數也要見零 你要把那個局先看清楚 就是說現在第一個 航運會占掉大家的資金 占一部分的資金 不像以前這麼多 那第二個電子缺貴缺料 所以他的資金會集中在五成 電子以前在八成資金的時候 電子股是怎麼漲 是先漲千金股 就一堆的千金股 五千金 六千金 十千金出來 那些輕一色都是IP股 那他們把本益比拉高了之後 把中段的IC設計股再帶上去 這個叫本益比的比價 可是今年的IP的地位 已經變成投信任養的股票 但是都不見得是全部的IP 而是什麼 而是車用的晶片 所以我這裡面選一個 進可攻退可守的資源 第一個 他爸爸是聯電 第二個 如果以他今年的獲利狀況來看 他的本益比是所有IP裡面 相對來講是最低的 大概是33到33 剛剛那個1234種它是哪一種 它是屬於第一個背後有靠山 然後毛利率還OK 到沒有很差 但是我覺得他成長性也夠 然後再加上中國的智能電網 其實我還看好一個題材 就三星現在他如果要跟台積電拼 在中後段的一個製程裡面 他唯一能找的一個夥伴就是聯電 所以你從聯電的角度去出發 最近聯電漲是有道理 然後第二個從聯電的角度出發 你去找聯電的IP場是有道理 所以回頭你看13天的整理上去 13天整理上去 所以這個地方因為漲上去一段了 已經超過13天 所以在整理的過程中抓21天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還有一些操作空間 OK 是還在整理中有機會轉這項上 對 還有機會進去接的 OK 好 謝謝友明哥 好 困人來幫我們尋一下 好 其實我們這邊的話已經提供給大家 所謂的IP產業的一欄表了 那包含了 因為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我相信IP會是這個時間點的主流 主流之中是主流 那為什麼呢 原因他們通常都有古本小的現象 那古本小其實就剛剛友明哥有說到的 投心愛做 因為他們拉台的速度會非常快 然後也有本益比高 另外的話通常都有靠山 跟營收任列其實大家可以用一個 有夢最美的這樣子的概念來看它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只要我們這時間點多頭市場來說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些個股 整個族群我相信他們都會輪漲輪動 多頭都可以做 是 但是如果萬一遇到空頭市場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大家可能在這市場上面 不願意給他們這麼高的本益比的時候 空頭都很難做 不要說IP都很難做 其實也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在操作面來說的話 就用技術面來說來繼續做操作 會是IP股這個時間點來去做的 選股的方向 順便再補充一下 就是因為這時間點來說的話 其實有所有的個股 包含像是利旺 毛利率就是100% 然後甚至像是金星科 它也是100%的毛利率 他們也都很有所謂的集團的靠山 如果真的要用基本面去看IP的時候 會無從選擇 原因是因為我舉例來說 這是利旺 那是千金的IP股王 如果以利旺的營收來看的話 這浮動率超大的 因為1月份的營收4億 然後結果2月份的營收 直接掉到1億多 那3月份的營收 只有0.5億 只有5千萬而已 結果沒想到4月份 因為它是 為什麼波動這麼大 因為它主要是有 足跡認列的關係 因為像剛剛博士有說到的 因為它有IP 它有NRE跟IP收入 所以當它認列一些 權利金進來的時候 它單月份可能就有很大的營收 可是我們的投資朋友的話 千萬不要用所謂的 足月營收 去看它的一個月增 跟這樣子一個選股的方向 所以這是我剛剛說 為什麼它必須要用 所謂的技術面去做切入 因為技術面切入的時候 才可以找到它的真實的脈動 技術面怎麼切入 有一些投資朋友的話 喜歡選強勢股的 或像投信任養 投信作帳的 那這些很老實說 它就只能去做 追高追加的動作了 那如果在 比方說在最近期盤勢 有回檔的時間點來說的時候 其實回檔的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守穩均線 或者是說 好像不太跌了 然後有一些量縮的現象的時候 再來去做一個相關的切入 這是適合積極的投資朋友 跟一些比較保守的投資朋友 要切入IP股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OK 給大家做參考囉 一方面我們看到 晶片的產能吃緊 一方面又看到 有人說晶片存在的庫存泡沫 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馬上再回來